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是农耕社会里的问题 北宗已经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变成半农耕半商品经济的社会了 王安石很可能是第一个超越了小农意识的人 所以在他那里 兼并的含义要宽泛很多 王安石有一首五言诗 题目就叫兼并 披头就讲 赋予皆自我 兼并乃兼回 兼回法有诛 事意无自来 意思是 在从前良好的政治环境里 一切财富却由统治者安排 私次去脸财富 就叫兼并依法当主 但到了后来 后世使道迟 前手遂难财 秦王不知此 更助怀清台 统治者失去了支配天下财富的权利 比如秦始皇 虽然统一天下 却不懂亲戚学 竟然高调表彰民营企业家 世道就这么坏了 最后导致力孔至百出 小人撕合开 天下由力出一孔 沦为了力出百孔 统治者知会不了多少财富 民间却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这怎么行呢 要想富国强兵 必须力出一孔 怎样做才能力出一孔呢 只有两种途径 要么扩大税收范围 加强税收利路 要么便私营为官营 我们用现代观点来看 马安石的想法 几乎就是亚当斯密 在国富论里重点抨击的重商主义 所谓重商主义 并不是重视市场经济 恰恰相反 它要扼杀市场经济 强化政府对经济的支配能力 在马安石变法想要改变的事情里 扼杀市场经济就是很重要的一项 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变法 必须先把两个先决条件论证清楚 一是正当性 二是可行性 所谓正当性必须证明 变法既合乎圣贤教导 也合乎传统伦理 所谓可行性 最好拿出成功的先例 所以王安石的论证和苏氏的反驳 火力主要就集中在这两点上 正当性的问题 不容易辩论清楚 因为儒家经典内容太丰富 一个人只要通道活络 读书用心 那么他对正反双方的观点 都不难组织论据 可行性的问题 相对来说容易判断 因为成功的先例确实存在 那就是汉武帝时代的桑红羊变法 汉武帝也像北宋政府一样 遇到过严重的财政困难 汉武帝启用了商人家庭出身的桑红羊 搞了一系列的改革 完全消除了财政赤字 在桑红羊的新政理 最著名的就是盐铁专卖 我们知道石盐和铁器 都属于生活必需品 几乎没有需求弹性 无论价格高低 需求量都是基本固定的 谁也不会因为石盐降价了 每天就多吃两朝 也不会因为涨价就不吃 铁器对于农民也是一样的 所以谁要能垄断盐铁经营的话 不但能赚大钱 还很容易调控产量和库存 桑红羊所做的就是政府垄断 而且是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式的垄断 只有在偏远乡镇 政府懒得设置销售点的地方 才会发给小商人特许经营权 当然小商人为了得到这项特许经营权 必须缴纳重税 对商人征收的重税既能够增加政府收入 又能够让政府得到重农易伤 缩小贫富差距的好名声 农断性的官营会造成哪些后果 我们都不难想见 注入价格高品质差 抢买抢买 对消费者的需求漠不关心 但这一切的不变 都是由千千万万名消费者承受的 国库无论如何都封营起来了 在网安市看来 如果任由商人囤积居齐的话 千千万万名消费者所承受的这些不变 难道就会凭空消失了不成 商人才是最尖的 永远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 不像政府为了政治稳定的缘故 还会平易物价 不会眼睁睁看着老百姓缺烟烧铁 以我们今天的知识 很容易看出网安市 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 那就是给政府赋予了天然的道德感 苏氏在这方面就无视很多 表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真知灼见 苏氏说 桑红阳的政策 不但不是成功先例 反而是前车之鉴 因为它的后果是 私营经济严重萎缩 盗贼横行 天下几乎大乱 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接班人那里 才顺应民意 逐步废除了桑红阳的政策 这才天下归信 社会闷地 更重要的是 苏氏能够以一名儒家知识分子的身份 看出来经商的不易 和商业利润的正当性 苏氏在完颜书里的原话有 商股之势曲折难行 正因为要赚点钱很曲折 很艰难 需要多方相继 委屈相同 才能赚到翻倍的利润 一旦改为官营 首先需要设置庞大的官营机构 成本绝对高于私营 经办的官员 又不可能像私营商股一样用心 在各种环节里 也免不了 因此无比 所以同一件商品 官营的售价 注定比民营的贵 如果对于官营机构 只看利润 不看隐性成本 那就好比 有一个为主人家放牧牛羊的仆人 偷偷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 他不告诉主人 那一头牛去了哪 去拿那五只羊 找主人要功 盲安石变法取得的那些成绩 和这五只羊如出一车 我们必须想到 在古代重农青商的传统里 盲安石的看法 更加符合直觉和常识 商人并不创造财富 没道理 凭着囤齐居齐和巧取豪夺 就为农民和手工业者 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剥夺商人的利益 实在是合情合意的 苏氏却能够正视商业利润的正当性 理解商人赚钱的不易 这在当时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苏氏既不低估商人的道德感 也不高估政府的道德感 沿着苏氏的逻辑不难推导出来 如果垄断经营是坏的 如果朝廷的道德感 并不是天然的高于私人的道德感 那么凭什么朝廷垄断经营 就一定比私人垄断经营来得更好 我觉得在正当性的问题上 苏氏的观点更加高明 我在前面讲过 如果仅仅引进据典来论证正当性的话 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是 万安石和苏氏各有各的论据 旗鼓相当 但苏氏另辟蹊径 找到了一个让万安石 绝对无力反驳的论据 黄宗熙定律 苏氏指出 万安石的变法内容 完全符合黄宗熙定律 黄宗熙是明末清初的人 他的观点被盖过成定律 更是最近几年的事 苏氏当然不可能知道 但是苏氏早在黄宗熙之前 就发现了黄宗熙定律 苏氏认为 一项制度的确立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所以制度的设计者既不能短视 也不能一厢情愿地 把制度的执行人 都想象成既善良又能干的人 这一点倒是可以呼应上 他在《思之论》里面的命题 描绘社会蓝图的时候 必须极尽周详 只要够周详 就能够准确预见到 千百年之后的发展状况 显然 王安石的这些蓝图 在苏氏看来太不周详了 我们知道 性善论是儒家理论大厦的一块基石 基于性善论构想出来的社会 是那种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就会变成美丽的人间 苏氏的哲学思想 恰恰背离了性善论 所以才能形成这样的见解 顺着他的见解推演下来 好的制度设计 应该就像我们熟悉的 分蛋糕的设计 切蛋糕的人 拿所有人挑剩下的一份 这样的话 就根本不必讲什么 大公无私的精神 舍己为人的奉献 因为无论执行者是好是坏 都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 对性善论的背离 就是苏氏考虑问题的哲学高度 因为他的哲学高度 比同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更高 所以看问题才能更长远 更透彤 今天虽然从学术角度讲 哲学已经不再有什么高度了 但具体到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判断力 哲学高度 依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 决定人生高度 所谓无用之学 无论对于一个国家 还是一个人 往往会在不被察觉的时候 在深层次里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人的哲学高度 对于今天的工作和生活 有没有什么影响 欢迎结合自己的经验 谈谈你的看法 在北宋心灵变法带来的 旷日持久的党派斗争中 苏氏和王安石 这两位才学 见识 智慧 同属当时第一流的杰出人物 针锋相对 他们俩到底有没有中间对错之分呢 下一讲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